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批評談論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就真的不要批評他吃粉絲 吃粉絲是好用平常的 只要粉絲完就行了 你三個人來完 我覺得這也不是問題 好了,有人說 聽這首歌《打飛機一流》 這個真的是 我們剛剛,剛才的麥克風 Operator 阿婆跟我在說 聽以前的舊歌很多畫面 因為我們真的老了 很多故事 那這個情義兩心 我想知道,如果是校長的手 我也有畫面 但是,我很難想 即是我講過了 你們都可以想像我有什麼畫面 但是很難想像 聽這首歌《打飛機最棒》 《打飛機》 聽這首歌《打飛機》 這麼有趣 喂,我們很多時候會幻想 或者《億飛》 大家有聽過我們講過 其實有很多種 一隻叫《億飛》 你知道什麼是《億飛》 《億飛》 《億飛》是回憶 即是回憶你國外的聖經驗 來打飛機 又有什麼夢飛 很多的 還有幻飛 幻想 但是你說聽歌 叫歌飛 聽著歌來打飛機 這麼奇怪 那真的 有空呢 剛才哪個網友 分享一下 真的要分享一下 好了 這一節我們會講日本 但是這個呢 我們首先會講一下 你說有個日本網友 是 即是移居到日本 是 不要叫網友 我的客 你的客 我們既不是民宿 也有幫人移居的手足 是 過了去那邊 就 有時候回到香港 那邊落著 大阪 因為我講過 主要是大阪 因為 除了基地是大阪 第二就是大阪去 現在移居的方式 主要是去開公司 嗯 變成你一個老闆 嗯 就可以有簽證 包括你的配偶 去到日本 因為大阪是批得鬆一點的 是 所以很多時候 基地就去大阪 好了 網友 都是客 或者是朋友 回來香港 我們問問他 說有什麼不習慣 先去日本好東西 不需要多說 那些東西好吃 那些人有禮貌 不需要多說 說有什麼 不要說不好 不習慣 那是數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北京比較大 那你就換過來 那你就錢拿出來 那你不是 不然二、三十歲 拿到整塊錢出來 那比較大的 那變成 但日本銀行不太高 說你開公司 他需要他的盈利 因為他的這樣的 需要盈利 一年三百萬億 那他再抽稅 這個最最 minimum 三百萬億 現在很大 是幾錢 賺15萬元 純利 純利 但是日本人在那裏做生意都未必賺到錢 一定賺到錢 但是我們主要的客人是幫他買民宿 然後開公司 把民宿租公司 他會有這個數字 如果你不達標 舉例你幫人做網購 舉例你畫畫、買幅畫 有人賣到錢 就達標就可以足足 好了,比較延長 我先嚇一跳 但是我所知 除了這個硬標準外 他都會審視 比如你開公司 你的生意 不是說你沒有錢 是不是認真做 譬如你開一家食股 你真的請了兩個日本人 真的是一年365人開 不過我只是賺了13萬元 比如這樣說 他有時也會考慮給你 還是一定要硬標準15萬元 有時不達標的時候就看幾個數值 第一就是你留在日本的日子 其實它要求你如果你想去逐籤 或者未來成為日本人 最保守一年你有一半時間 OK 那你三六五除二 你除二是一百八十多 一百八七應該是 到處都是有 第一 第二條數剛才所說 那個達標三百萬日子 原來你說我常年都在日本 回來香港一個星期而已 是 但是主要那個日子在日本 但是順利差一點點 那他會著情 這件事 好厲害 那最好就是每樣都 賺得多錢 日本也好 不過十五萬就不難 不難不難 那剛才說回那個朋友 那個客人 他是比較大哥 那有錢過去住 但是大哥的缺點是什麼呢 因為他過去就不是年輕學日文 嗯 就是近年才開始學 在香港考一些事情 那一定不嚴重 他說生活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畢竟是小錢 但是就 你說想交一個當地的朋友 就是風花雪月 難一點 難一點 會辛苦一點 因為真的不是我們的夢 當然 第一他說不習慣這種事情 第二 那我已經猜到了 是倒垃圾 是 那倒垃圾就是 我們香港就最好了 現在 所謂無限的 不是啊 我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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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環保佑 香港無限的各自 就是怎樣丟 日本真是煩 日本就可言不可言 還有 你 限日 不是日日可以的 不是日日可以的 你看回當區 你星期一 三 二 六 四六修 那邊是可言 可言 譬如不用說什麼可言 可以燃燒 有些是金索 有些是灌 你分到齊齊齊齊 即使一個瓶 你不是整個膠瓶 你拔一塊膠瓶 有大堆手續 玻璃瓶 可能有一個膠 有一個膠 膠就在這裏 玻璃就在這裏 就忘記了 即是去到嗎 要有人教你 怎麼分法 這塊那怎麼算 他會告訴你 分類了 不過我覺得 你都會習慣到的 最終你會習慣 但是 朋友這個客人 他就住在柏文 他說他裏面大廈已經有些藍沙 相就是分類 你就不准考慮你是星期幾 你丟進去 好教練 第三樣 反而不是食物 第四就知道是食物 就是日本人的行政 都是跟香港相比 哦OK 效率都是慢 他說譬如追某些東西 那他的手續 他說可以 他很有禮貌 對不起我還沒做 就上星期一個月過了 三個月過了 他還是還沒 對不起我還在進行 那其實 有什麼小問題呢 我所知 他說一些銀行的一些數 那這些數沒問題的 只不過出了一個小的問題 就是剛剛他登記的時候 那個名字 那個漢字 原來日文就沒有那個漢字 嗯 他用一些拼音的時候 那就變成了 這個名字是不是你 那些手續拖延了很久 這個就 如果習慣了香港那個 相對 一些政府機關 我說一般我們舉例的 稅果 都是快的 香港是快的 都是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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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是快的 那就是第四項才到 燒蜜 對 譬如舉例好笑 我吃慣日本的燒蜜 嗯 這位朋友說 我不習慣燒蜜 我說燒蜜不難吃 日本的燒蜜 都沒有冬菇粒 又沒有蝦 那我就不覺得OK 那這些 還有他回來會吃燒蜜 日本食物 老實說 總給歐美尼幫助 那我就不用說了 那這幾個飯 大骨 so far 撇除這幾樣東西 生活上 都是舒適如意 介不介意 你的客戶多大 他應該 四到五分鐘 接近五次或者五次 四到五分鐘 就是小用我 他也覺得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要 他要學日文 學到什麼水準 但是我覺得他生活 他有心學 是難一點的 沒有時間這麼快 但是都是學到的 學到的 他說 要很複雜 組織句子 那當然 是的 有時候都是 都是 就是你講得明白 他就這樣 就是我們所謂 understanding English 講得明白就算 但是你跟他 你跟他 風花雪月就難了 對呀難了 就是我好一點 因為我比較總學 不是風花雪月 也未必不行 反而你講一些嚴肅 少許的事情 說得很多專有名詞 你真的搞不定 都是那句 聽得多 譬如我專有名詞 很多人 你經常聽日本新聞 他很多專有名詞 你聽到我專有入路 你就知道 但是 因為我用了很多年 是啊 不是你年輕人學的 是啊 而且你學完之後 除了有興趣之外 就是因為你真的在日本 即是在香港 即是在日本公司裏做 浸著 語言真的會忘記的 你如果經常不用 不懂 現在好一點 我們又看AV AV都會 什麼 因為有一些日本人的用語 是在書本上很難學的 譬如舉個例子 你結了婚沒有 嗯 他會中文譯做 我正在結婚 那你說 咦是不是今天結婚呢 原來呢 我正在結婚這個意思呢 就是 我結了婚而保持婚姻狀態 但如果你 即是進行職來的 沒錯 那你也解釋了 可以這樣 我結了婚 但後來我離婚呢 嗯 但我結婚的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維持住這個狀態 是 那你就這樣 如果學校教 咦 怎麼結婚是不是今天舉辦婚禮呢 有這些 但你用久了 我會見慣這些 他們是肯定說的 不過我覺得 如果真的說到 不要說日文 任何語言都好 真心溝通的困難 反而不是在語言上 文化上 即始終 譬如你在日本當地 原來住很小 住了很長時間 你是明白了日本人 他們有一些文化的底蘊成 發展到現在的那種 的背景 那就不同 譬如笑話 我們懂得笑的笑話 很多人未必懂得笑的 就是不同地區的人 不同的 就是這樣 這就是日本網友的苦樂 那日本最新的資訊呢 宜居 我聽你說 上次我們在麥克風說 原來你說 原來好像 什麼永愛食 一般我們會覺得 拿永居是很容易 拿個護照 我叫卷養賢然 原來不是 原來拿護照 反而不是太慢 入籍才容易 居留權難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入籍就應該有居留權 是 居留權是要十年 入籍最快是五年 反而這麼有趣 如果你要 究竟原因就是 最近新聞也有說 日本那個人口跌 跌得很重要 因為生育率就低 人們會老死 原來添加了人口 二三百萬人 是外國人 補回到人口 那不解釋了 就是說 日本那個人口 就是所謂 小子化 小子化 不生 但如果一個 一個外國移民 舉例子 原來帶老婆來 你生育 麻煩 那就添加了人口 他覺得歡迎 又帶錢來 或者帶技術來 他就歡迎這些人 所以就讓他們入籍 OK 但是也因為 你要永居 你不要 至少十年 這十年就是 你每年一年半時間在 一定要 令你有生產力 所以他才給你一個永居 而且永居是這樣的 我們一般的 旅遊簽證 三個月就做完 一定要回自己國家 香港 這個地區 但是如果 你可以保持十年在居留 你一定是有 工作簽證 即是你打工 有間公司請你 那有時候 譬如他請你 你不知做多久 有趣的 他一續幫你續 工作簽證 可能你續半年 你就遞信 那你用了簽證的時候 你找另一間公司 另一間公司 到期他就幫你續 那你續續一下 我有些後輩就這樣做 就離有十年 那麼他就可以給了 半歐居留權 準備取得 但是不同 入籍不同 那麼入籍 回答你的問題 你問我 叫犬養健然 行不行的 我回去翻查 問一下 是行的 那麼第二 還有是調轉 鬼重 我入籍 鬼重 我入籍 鬼重建言 我喜歡叫馬建言 行不行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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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三個字都有 是 原來現在的制度 已經不需要你 是不是有登記 他說你喜歡保持入籍 就是保持名字 你姓馬 我姓藍 都是OK 但是 你不方便 是 但是這樣的 如果有日本名字 是不是一定是入籍 不是的 你在讀書做事 其實可以選擇 通明 就是打通 嗯 他就通了 就是你改一個名字 是方便你生活 譬如舉個例 明明一早叫犬養健健 那你印證件 卡片 遞出來 方便別人不知道你不是日本人 方便你在日本生活 特別是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譬如說 如果我在日本生一個兒子 那麼他呢 譬如叫我犬養名 這樣算 OK 因為他在日本出生 他的母語是日語 嗯 我在家裡跟他說日本話 而他又要用這個名字 就是要歸一代 要一代人 這樣就可能能夠混淆他們的朋友 如果不是 其實就很難的 你就可以了 你已經是唯一一個 是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是流利日語的 但是 就是流利到翻譯 我成功都可以 但是一開口 你都知道他是 我的口音握一下 當然說了多年 我想問 我之前做晚報的時候 就是做啤梨晚報 我都看過 其實呢 去日本各個省市 我現在不記得哪個省市 其實呢 我也看過一些比較嚴肅的文章 就是台灣那邊出的 他說其實差不多每一個市 都已經有很多 policy 去歡迎外國人 嗯 但是呢 即使是這樣也好 在國會裡面 都還未正式 政府 正式頒布 就是要用一種 他們現在經常說 是用一種 根本是掩耳道靈 你是不夠人 市政府為什麼 這麼 這麼嚴謹呢 你連生產力都不夠 請都請不到人 是 好了 所以他們是 從觀的 但是政府到現在都未正正式式 很 officially 政府 公佈一個 喂 我們歡迎移民的政策 因為這個是 他們限於那個 就是裡面的保守勢力 是 因為還有一些保守勢力 會覺得 那你是不是溝探我日本人 我們不是大和民族 是不是這樣的情形 可以這麼說 就是 他現在沒有一個移民 一個投資制度 但是他不是沒有方法讓你移居 這樣說 我們永遠說 日本是沒有移民 但是有移居 但是移居就是迂回 例如你是一個專才 IT專才 或者他需要的專才 或者是剛才所說的 你投資開公司做老闆 你這樣住久了 我想也有一個考慮就是說 你試試在這裡工作 或者你住住 都一定是年期 那你都喜歡這個地方 那不如宣誓入籍 就好過說 你不如現兜兜 扔一億日圓 我就讓你做日本人 那可能前者 就是說 我講 怎麼扔錢 日本人的民眾是會 接受程度會差一點 OK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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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不喜歡 是 那就是說 現在我們 如果有網友想要去日本 最簡單找你 你跟我們去開公司買民宿 可以這樣說 又或者 如果你是年輕的 譬如 我去那邊 試試找工作做 拿一個工作簽證 然後不斷延下去 住過十年 就看看顧員會否能夠吸到永居 就是等於我們在香港 你做過七年未 吸過三顆星 一樣道理 如果很年輕的人 純粹分享 不要露點你去 很年輕 很想去日本打工 然後我打算不回來 我不喜歡香港 我做夠十年 那有些工是真的 你懂少少日文就找到 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旅館的工作人員 其實一些鄉下地方 他很難請人 你年輕 你肯做 你又懂英語 基本的國語 中國語 找到了 然後又是日文 他包著你 但是這不好處 第一人工就不會高 我現在當你二十萬日圓 死吧 只要是香港一平 好了 還沒隨便 第二 就是你發覺你溫泉的區 你夜日浸就很久 但是你的生活呢 是沒有 是沒有生活的 你喜歡這種生活 你就熬十年就可以了 但是這麼說 我今年去完 我忘了我去哪兒 九州好像 香港的地方 其實你真的會發覺很多 很多外國人 我講的外國人 例如南亞 菲律賓 或者迪迪馬里 很多大陸人 我真的見到香港人 我在荷斯登堡 我就是在荷斯登堡 那間酒店裏面 就見到一個女生 她突然看著我 我說 你是什麼 廣東話 receptionist 然後我 我開心 真的很開心 為什麼呢 去到酒店 有很多事情你想問她 你知道日本人 即使在酒店也好 她的英文 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其實 都是很一般的 突然間有個廣東話 立刻教我 你這樣截敬 很開心 我問她 我跟她聊天 她在這裡讀完書 OK 2019年讀完 本來打算回香港 誰知道香港有些社會運動 她本身與我無關 她就不太喜歡香港 既然是這樣 不如 剛剛那時候她有個同學 其實是大陸人 就說找到荷斯登堡的工作 她說去那裡想找一些 即問她想不想做 很歡迎 因為她懂得廣東話 是的 國語 日文 英文 非常好 她說想不想找 那沒那麼少錢 因為荷斯登堡是大公司 荷斯登堡現在香港有一個財團買了 不過那個財團 以前我看過名字 都是 像是內地在香港做公司 因為我記憶中那盤數 不是很賺錢的 是輸錢的 我不敢亂說人 主題公園 老實說 真的很難不輸錢 很難不輸錢 好了 但是我自己看回日本報道 說她買了幾年之後 她真的沒有加入到管理上 只是說我不認識的 因為你們日本人 你們可以捕捉 我不管她是香港人 還是內地人 這個態度很好 不過她就要她們交付錢 一年比一年要輸少一點 不要說賺錢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如果我們去做酒店管理服務 可能我們會出事 因為你說 喂 日本人 很多細節做到很多 但是這些是否可以cut 浪費很多錢 但是我們去到日本這麼舒服 就是因為他們 注重那些細節 是 我覺得如果做生意 我不是生意奇才 我覺得 倒轉不是cut cost 是要扔錢下去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對 現在的USJ 即是日本環球片場 是的 在200幾年 那時候千一年初 是給了一個倒閉危機 是的 那麼後來她是怎麼出來的呢 她是有個 啤拉去果樂 有個未來水世界的 是的 她就找這些叫做 火影引射的那些 來crossover 然後後來就再買什麼呢 Hello Kitty Snoopy 再後期 就有 哈利波特 是 最後其實呢 現在就贏了還是贏了 那個叫做什麼 Medion 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掌門人 我知是 還有馬尼奧 現在就能夠和迪士尼 他其實呢 真的可以做一個專題 是 去環球片場 他本身是不敗的 他覺得自己 為什麼呢 日本人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 我想你可能以後 有沒有機會說 他是一個很喜歡玩 主題樂園的民族 就算去到現在 日本的迪士尼 你發覺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日本人 請他們不計 排隊排兩個小時 或者給很多錢 用雙方的 但是呢 你真的猜不到 連環球影城都會出事 他已經有這麼多 都在這台牛城 你也想不到 答到你的問題 當時為什麼這麼難搞呢 他們認為呢 在整個公園 雖然很喜歡玩 但是他的年齡層太高 嗯 適合小朋友玩 贏不到 變成他有一些 他如果說 年輕人 如果說20歲 其實他是比迪士尼 為什麼呢 他有些比較刺激的過山車 但是迪士尼是沒有的 但是變成了 燃燃層就不太大 後來就加入一些相對小 剛才所說的 Hello Kitty 就贏了 為什麼呢 你講得對 因為環球片場在未加入這些時候 你老實說 你真是我們再大一點的人 我們不去的了 去完一次 看完一次 你沒什麼的 你一定是要吸引 這些樂園 一定是要有小朋友 身體小朋友 或者 刺激一些的機動遊戲 於是那些二十多歲就會去 那他剛才那些 因為我有看這個報道 他是很厲害 他有一期就 然後有 Crossover賣的那個什麼 那個冰雪 那個什麼呢 迪士尼 許忠賢之 Frozen 接著有Hello Kitty 他小生也有試過 那你就去 是啊 是不是 其實不是講那麼多 其實我們搞那麼多的城市 我們發覺 人家裘冷奇 彭子 一不二雄的女兒 我們搞一搞 原來 最棒是叮噹 原來是叮噹搞得很棒 因為叮噹不是本地人 如果你真的搞得好 他是可以吸引到外國人來的 例如我們 我去過環球片場 但我去完一兩次 我認識兒子小 我也說 以後不可能再去樂園 我真的受不了 排隊排到 迪士尼開了幾十年了 好了 我們先說這個 好了 我們上次也說過 其實 我們上次的成績就一般 我們當然不會說我們做得多 是 如果大家有投資日本房地產的朋友 可以直接聯絡 Paul 你說你的電話就可以了 WhatsApp WhatsApp 拿資料幾號電話 嘩 我的電話 WhatsApp來你那邊總機 先轉過來 8111利息 再轉過來 為什麼 他現在不吸引 就是因為那個環球的利息 就是我不做事 我都是這樣的利息 而日本其實是有危機的 我們常常說危機是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怎樣升 那些樓價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是事實 使費也多 但是呢 我也覺得也是有機會 特別是大阪 真的是大阪 我分享一個新聞 我近日看而已 你可以說 當我們sale 講他的優點 民宿有什麼好呢 近來的新聞 對日本人就不好 原來在大阪很多人住住 加租一倍之間 就趕走他 就是租一些房子 本身住屋的人 日本的大阪居民 6萬日圓收他12萬 10萬日圓收他18萬 業主說要加 那你給不給 你不給就是搬 為什麼要這樣 他就不講原因 後來那個技術追查追查 他說背後原來 我租給你就10萬日圓 原來我租給民宿 他1萬住8千 那1萬是1萬日圓 我就算是一半那個 是的 出息率 我幾天就平了這個租 從利潤的角度來計 那我們就收回來 租給民宿 所以你就看到 入大阪的民宿的需求 但是你們做的民宿呢 我想說 你們做的民宿 是通常做什麼尺寸的 都是大一點的 最旺的 其實預計 可能是 實用面積可能是 200多尺 就是200多 300尺 類似酒店房間 但是他有一些是有了那個 我們有圖片 有些煮食的位置 爐頭 擺出來 那你一般酒店不會有的 但是他有這個 但是不會很大 當然有些是大一點的 但是視乎 有些是House 兩層 你一兩把民宿 兩三個都可以 或者有一些 好像一些大一點的 可能300多尺的酒店房 那當然 不同面積 現在你們有什麼 現在呢 其實不斷都會在這裏 有興建 或者在這裏 賣出租出 主要在日本添王子那裏 所以你每次問 可能我上次上來 租給大家看的一些圖片 可能現在已經出售了人收運租 可能今次一會兒會分享的 也是另外一些的 譬如這麼說 地點OK的 我們講數字 最一定要講數字 是 地點OK 二三百尺 他一般現在有賣到多少錢? 上至那個價錢 就是最便宜的那些 二百尺 二百尺 譬如舉例去到一家屋 可能是二百多 直逼三百 那些這樣 OK 那也不是說很便宜 但是之前那些說幾十萬 那些是什麼來講 幾十萬那些其實是一些 一些普通 是有的 舊的 可能在東京都有 什麼都有 可能一千萬而已 一千萬而已就是五十萬 但是舊的 可能那些收租 就是租給當地人要上班的 是 當時你說我偷雞 我們當民宿租 你有權 上次有講過 要拿正民宿牌 嗯 才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租出 否則的話就是有限定的時間 OK 那譬如我拿二百萬出來 是 那現在那些民宿 你們那個 家居牌的時間是什麼 那個 通常租多少 一個月 這個你不需要理會 我們那個是大概八十五百尺 這麼厲害 那Anyway 你不需要理會租多 因為說過 頭幾年的時候 譬如會guarantee 一個匯部 就是六厘 嗯 那當然要比起 以前我們買的時候 哇 香港近乎零息 那就很好理會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 做定存是四點多 不會 但是這個guarantee 的 return 在過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會不會 drop得很厲害呢 頭兩年是這樣做的 頭兩年guarantee 第三年打後 其實我們過往的經驗 那些數字 是 其實老實說 你沒有guarantee 就有那麼好處 就是你自己去接付應 我可以叫做接付應 不要說了 你不用管理的 交給公司 你除了手續費之外 你就收回報 其實是高過六點 那你 就是這樣說 你 我給了當地稅 是 都有六厘 六厘這個 只是除行政費 guarantee 六厘 但是就未交當地的稅 那這樣算 如果我當六厘 如果六厘 二百萬 二十萬 二萬 即我有十二萬 的last income 是 他的稅是怎樣 你當是20% 20% 那有八九萬 那就是四厘多 四厘多 五厘 大家可以找阿Paul 去了解 那如果對比 現在放定期 例如美金定期 那些他就不算很吸引 但是 你就要看 一大把我就永遠看好 尤其是 那個賭場 講講講 有一年 五年 到開賭場的時候 你就未必是這個價錢 還有這樣 大家知道 現在定全高 但是那個 會跌跌 是沒有 guarantee 沒有說 會成一定是這個 那如果我租間民宿 我一年有這個 十二萬 是 應該是不是 一年了 叫成 十二萬 我差一點 如果我做間公司 那我就可以 永居了 其實呢 是的 一路入籍 或者是 其實我們的客人 當時買的時候 第一個民宿比較大 第二 他是不只買一間 那當時其實 他們買重數的 就是買兩間三間 那他買一條數回來 總體收的利潤 是會高過 這個 三百萬英 那當然 就是 分享一些資訊 千萬不要大家會覺得 我幫不幫忙 不要緊的 我買一間民宿 阿波說可以申請簽證 是開公司 將你收到民宿 租半個公司 才會計算的 因為有些人誤會了 那開公司的洗費 會不會在日本 要香港開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是比較麻煩的 香港開公司 大家都知道 上去稅局 簽一張紙 給錢都可以 那日本一定要有 日本人是代開的 一定要有 所以我們開公司的時候 會怎樣呢 簡單講講程序 他說 阿比利哥想開 原來你簽個名 我們日本有一個人 他會跟你合估 那公司 那我不是很無保障 那你給了一筆錢出來 但是公司 我來保障了你 就是你基本 展示一個五百萬日圓的 一個起本金 五百萬日圓 現在就是二十五萬左右 那進去 傳到日本那邊 那這個公司 這個人 就跟你去 開一間公司 一定要有當地人 才可以開公司 你自己是開不了的 很保護政策的 開了 那這個保障了 那些錢一定會回到你的手 然後就會簽個字 就把所有 那些公司 公司 那還有一個程序 也不怕 那不是什麼技術 就是要當地有一個辦公室的地址 當然公司會幫你安排 那要拍照 有地址報稅 法務部 就是管理法律那邊 那這些東西 那他申請就OK了 就批個簽證出來 那你那時候就 批了你之後 應該是幾個月 好像是三個月左右 之內你就要飛過去 那當然了 你還沒用的時候 你就不要申請了 你申請完過去 那不是啊 老婆先過去 老公先賺錢 不行 不行 你的老婆可以一直保持著做 直至一會兒老公想過去了 你用一個配偶去 叫做重聚的一個原因 老公過去 醫生 醫生 就是大概這樣的程序 當然 那一句話 買民宿都是其中一個選項 你有權利 我靜開公司 我對做飲食業好的信心 我去買一間中華料理回來做 你是有權這樣選擇的 嗯 如果我過去呢 我是會做一間觀光中心 是甚麼 招待海外朋友 來找我 因為他們很害怕 然後我就帶你們去 我們下一節講的 歌舞忌丁 還有什麼飛田 大阪一個 新田飛地 什麼飛田新田 飛田新田 暖那些 還有大九寶公園 大九寶公園 新宿 老實說 我凍在那裡 我之前下面的馬欄 是 A字牌 真的 烏蘭街 吵你又小澤元 又公特尼衛 吵你 我想想 吵你有沒有小澤元 沒有什麼 你知道烏蘭街都會這樣做事嗎 知道知道 他博士不知道 好了我們下一節再講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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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clam 對 嗯 滯